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來玩這一款一念逍遙 今天是10月19日 那早上10點正式開啟 用物的話好像只能用那個Google帳號啦 那就來吧伺服器看一下 伺服器有點多啊 有點多 廣告至少打了一個月以上了啦 每天都會看到它的廣告 那這款我之前玩過陸服的版本 所以我的頻道上也可以找到一念逍遙 那遊戲的話我昨天就先下載好了 檔案還蠻大的 1G多 來吧 這邊隨便吧 這邊應該只是讓優點設定你的出生啊什麼的 一些基礎的屬性吧 我在想 那它是一款水墨風格的修仙遊戲 修仙放置遊戲 那形象上有4個嘛 成男 成女 然後小正太跟小蘿莉 來用個小蘿莉吧 呵呵 然後有一些服裝 髮型 好 面試 好 面試 面試 額試 面試 面試 裝龍 這個 傷疤痕 疤痕 硬龍 好 全身 好 下一步 呃 輸入接引力 應該是好友吧 好友是不是 好友推薦之類的 來吧 用個小蘿莉來修仙一下 我記得它戰鬥性好像是那種用球護狀是不是 有點忘了 好 一開始有一個師傅 師傅會引導我們 他不是那種美少女 或是一個少女來引導我們 而是一個老頭之師傅來引導我們 然後以修仙來說的話 有語音的話還算可以 因為大部分放置修仙不太會有語音 然後也沒什麼劇情就直接開始打坐修煉這樣 好 我們去洞服打坐一下吧 肯定是這裡啊 是不是 呃 這邊有那個練法跟練體 我們先練法好了 好 長按可以圖納 這邊我們先手動一下吧 之後可能就可以不用手動了吧 我在想 好 或者是零食啊 然後破鏡一下 我現在是練氣一層 平凡之虛 進界突破 江湖好手變成練氣 我以前看那個小說的時候 早期在看修仙小說的時候 有的小說會從那個武俠開始寫 喔 原來這個遊戲 他發現原來是可以有靈氣有靈根然後可以修仙 然後就踏入仙門這樣 從外門地址開始做起 好 我們去練師父 師父會引導我們 去野狼谷是不是 好 祕境 戰鬥 野狼谷 然後 他會有一個在地圖上會有一個那個球 然後就開始遇到敵人開始打 好像那個球球然後互吃 以前有一些手遊是可以 自己變成一個球然後去吃別人 然後大吃小的那種文化 然後我們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我這邊有聊天室欸 我記得這個可以傳送 比如說你可以 可以傳送到野狼比較多的地方 他就傳送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就這樣 然後也可以地圖 直接傳地圖就離開野狼谷這樣 好 我們回來吧 我們回來找師父吧 呃 師父說要收集這個一階藥單嗎 我們已經完成了 好 繼續 繼續找師父 好 他要教我們練單 那 繼續來練單 單房吧 我們已經在修 修法中了嘛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破鏡一下 好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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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看一下喔 這邊是周天2.99嘛 他就慢慢加 好 這邊就慢慢加 7-3師了 我要7-3吧 這個一周天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欸 不知道是幾秒 恩 師父說要到單房嘛 然後我們就要 選擇 義氣單 修煉 然後我們練單一下 確認 通常你突破的時候要吃單藥 因為會有失敗的機率 那我們就要吃單藥提升那個機率 大部分是這樣 好 服藥嗎 喔 這邊可以服藥 喔 服藥 好 服藥就直接 好 他這個不是機率 是直接吃 你的修煒 那我們破鏡一下 待會再去找師父 我先練 練等一下 先練一下 好 先這樣 四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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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回我們的 中門 沒有 不是中門 城鎮 喔 師父在城鎮喔 真奇怪 我以為師父在中門 哇 師父是化神後期 反正只是我們的引導者啦 一個引導 接任務的地方 這樣想就可以了 那語音的部分 還有沒有啊 還有還有 你不是要玩所有的人都很猴急嗎 只想自動掛機 然後趕快升等練等 然後不管他 趕快戰鬥 不想看劇情 很多人都是這種心態 在玩手遊 所以手遊一律都是要自動掛機啊 好 我們要去那個鎮妖塔 修煉神通 好 地址這就去 鎮妖塔在哪裡啊 喔 在這裡 他這個有點不明顯 我剛沒注意 好 鎮妖塔 挑戰這個刺青雄 這個應該是那種副本 副本 副本 趴塔的玩法啦 趴塔玩法 他的戰鬥系統真的比較弱一點 就是兩個球這樣護狀而已 然後施放他的法術 就不要養春吧 好 人物 神通 神通是什麼 我們的技能嗎 呃 天賦技能 然後好像有可以選擇支線這樣 然後這邊有單體的火咒術 然後這邊有群傷的天雷咒 還有控制爭議護盾 我的支線這樣 就我們技能吧 那你如果不懂的話 這邊應該有問號可以看 但是這個講得很籠統啊 只是介紹而已 我還以為有什麼說明咧 這邊應該是收信吧 收獎勵 好 這邊是福利 呃 號稱一百萬啊 嗯 呃 廣告不死啊 廣告不死 哪來了一百萬啊 你說一萬的話我還信 十萬的話有點膨脹 一百萬誇張 一百萬誇張 虛假不死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個遊戲 今天第一天 累積到現在的那個 遊戲下的次數就一萬加而已 一萬加拿你一百萬 是不是小誇張小誇張 大家知道就好了啦 反正他們就說說嘛 不廣告 那第一天 師父去開蠻多的 那聊天 聊天室也蠻多人在聊天的 那我們繼續找師父 師父說什麼 升級任意神通 好好 神通我剛沒升級是不是 我只有血而已啊 來我們來升級一下 需要這個材料 神通心得 神通心得怎麼獲得 痾...正邀塔 可以獲得 服務員秘境 7級喔 好7級就好 先這樣先這樣 那我們會來城鎮找師父啦 師父 好獲得神通心得跟這個臉石 這個臉石應該是遊戲幣啦 遊戲的金幣而已啊 然後這個應該是那種玉佩 這種 這種東西就是要儲值的 類似鑽石吧 超值卡 禮包 然後都會有個免費讓你點 然後周禮包應該有免費讓你點 觀影格是怎樣啊 看影片拿獎勵 你就看廣告拿獎勵啦 機緣格 這個是儲值拿著機緣 機緣就是這個火焰嘛 這個有點玉佩的味道 兩個兩個兩個這個勾玉 勾玉 好月卡170430 月卡通常會有一些特權 好這邊有一些權限有沒有 看起來沒有權限欸 只有立刻獲得這個 然後每天可以再獲得這些 不會有餘獲的錢選欸 呦 20倍收益 不知道是什麼收益 好我之前玩的一念逍遙 玩影片我可能就 玩比較隨意吧 我在想 修行要義 在於 從心所欲 而不允許 好我們要去那個 傳送陣 地圖 然後到第二章 亂星緣 你以為是凡人修仙傳 亂星骸 好傳送 OK我們要去之前要先幹掉一個BOSS 最後告訴你說你要打到第二章地圖 你要幹掉BOSS就對了啦 那就可以過去了 喔這邊人好多喔 大家人好多都掛在這邊 爆滿啦 好啦先這樣玩先這樣 我們繼續回 回來找師傅 欸怎麼突然沒音樂啦 這遊戲 怎麼突然沒音樂 只剩聰明鳥叫聲 好師傅說要我們去那個亂星緣找黑熊 會不會都被打完啦黑熊 找不到黑熊 你看爆滿啦黑熊 黑熊躲在哪裡啊 好找到了找到了 這個是我們的近人冷卻時間吧 黑熊幹掉了 好反揮 你要我打了7隻黑熊 呃 組件1隻8 然後繼續 找這個雷英雄 雷英雄 雷英雄 雷英雄怎麼樣 我打死了嗎 我們要去打真妖塔第五層 我現在練氣勢 練氣勢 敵人也是練氣勢 我想要去練一下弓 我怕我打不過 好我們返回一下 人物 然後不是人物 我們洞服 這邊修煉 呃還不夠喔 服藥一下 小小年紀又開始吃丹藥 我沒有丹藥了嗎 我們做一下 我們做一下 做三個 呃做電製的話 也是有時間齁 也是需要時間 那邊要跑一下 好 放回 那我們服藥 異係丹 異係丹 好 可以破進 練氣五層 圖納一下 圖納的話 他會加比較快吧 他真遠會加比較快 就二十幾耶 啊二十幾有點少啊 喔 撐二 五十幾 因為我現在要一千啦 一千有點多啦 我現在才六百多而已 好先這樣吧先這樣吧 那我們剛剛的師傅說要我們幹嘛 師傅說要我們去打真妖塔五層嘛 那這邊有一個師兄欸 師兄是要切磋嗎 我還沒出手呢 果然是切磋啊 師兄是原因欸 我哪打得過你啊 我才練氣而已 這個是大豬劍絲 裝 練氣嗎 好我不知道幹嘛咧 呃完成 飛聲令碎片 這麼多 我 欸我怎麼卡住了 我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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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聲臨界路口 現在沒有了沒有修飾飛聲 好我們現在還沒有飛 慢慢打我現在在野狼谷而已啊 好我們把四級打開一下 師傅的任務我們就先不管他了 我們先把這些介面給看一看 可以看啊先看一看 這個一定要是用這個 呃這個叫零食喔 對零食來購買 這應該是裝備吧 法寶 然後有一個練氣一層 好一氣彈也可以買啊 你不一定要自己做 好啊就一瓶而已喔 然後進貨的話有一個時間 有過久的啊 三個小時怎樣啊 然後你可以立即進貨 然後你可以立即進貨 每天可以十次然後第一次免費 好吧了解了四級 天璣閣還沒開 那我竟然有裝備應該可以 可以裝備了吧 裝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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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古堡剛剛也說開了嗎 品質我現在沒有欸 沒有古堡 神通的話 群傷可以學嗎 不行我要那個神通要絕 我沒有 我沒有 而且他這個要學的話 你那個火作書要二十幾 沒了沒了沒了沒有 沒有資源啦 沒有資源啦 好 洞服 還不夠 好我們來打一下五層吧 不是五層 那個 師父要我們去打祕境是不是 這邊可以自己創建中門欸 然後也可以加入人家是不是 建立中門 我們要去鎮邀塔 鎮邀塔 對對對鎮邀塔 鎮邀塔在那個啦 城鎮上面 這裡 石魔 我真的覺得他這個戰鬥真的 就兩個球這樣 太簡易啦 太簡易啦 好五層 繼續 上界鎮獎 呃 戰力的話有沒有戰力啊 我正在看有沒有什麼戰力敘述 看不出來 可能要暫情看一下 好這邊看一下 1.46萬是什麼意思 他的戰力嗎 可能喔 那我戰力多少 我才6000多 那我是不是打不過啊 我們試試看 啊不能打的是嗎 可以打啊 這個是不是寫假的啊 1.6啊 這個戰力是不是寫假的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戰力喔 看一下問號 好沒說什麼欸 排行榜 我已經有人打到50層了 50層好像是目前的瓶頸吧 是嗎 嗯 沒有欸 這邊有打到更高了 80層 上面 123吧 然後45 以後就是50層 欸不是還剛開服嗎 大家能不能認真幹嘛 這邊是哈姆傳 哈姆傳第一張 續張 第一張劇情回顧 好吧 好吧 那師傅 師傅我來了 跟師傅請看一下 完成任務 好 凌取 再做師傅的任務 呃要去打了啦 收集這個一階藥單 欸我剛好有是嗎 我剛好有欸 給師傅了 然後我們這邊要任意五顆 要去做單 做那個練單就對了 製作任意修為的 單五顆 那他可能要我們去收集材料吧 呃秘境漢索 我 這是有點掛機是不是 我的人掛在這邊是不是 應該是吧 這個應該是有點掛機收益這樣 好我們應該是要去 做單藥啦 但是我看一下我練七五成還不行 好我再看一下喔 單藥夠不夠 呃可以做五顆沒錯 我們直接做我做八顆 我可以返回嗎 可以 他應該是 持續在做 就是說沒有 沒有說我一定要待在這 我可以離開 好現在是一階的初級單四 我怎麼升級啊 好我不知道我怎麼升級 十六分之十六應該是 成功了吧 喔我懂了 我要製作高級的一些 高級的單藥才可以突破吧 我突破了我突破了我現在是 終極單四 OKOKOK 那我們回來找師傅 那實驗的關係已經二十幾分鐘 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如果你想玩的話 我覺得 呃也不是我覺得啊 就是我頻道下方資訊單位 我會附上遊戲的官方網 呃官方網站 還有粉絲團FB 還有安卓IOS的下載連結 好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想玩的就來吧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還可以 值得打廣告打這麼久啊 算是比較新穎的放置修仙 他也是偏戰鬥 跟我昨天玩的那一款 也有點類似也是偏戰鬥這樣 好的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